大家好 这里是我们的系列课 职业规划的52个深度解答 我是马华兴 今天我们讨论的一个话题是 该我词还是骑驴找马 好 依然做一个自我介绍 本人马华兴 从事职业生涯规划咨询和培训10年 这张图有我的微信和公众号 本课程也有相应的课程交流群 在课程的小儿童栏目上 欢迎大家加入 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讨论 也许你提出的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可以回答的下一个问题 好 这次课问的是什么呢 叫做我是要裸词 还是要骑驴找马 这个问题啊 依然是很多想要辞职 对吧 在公司里边待的不爽的这些人 心里边都存在的一个问题 我们还是依然从这个问题解读 直觉的思考 深度的分析 解决方案 这四个部分来给大家拆解 首先来看问题解读 一般来说这个问题的情境是什么 无非就是有个人说 对吧 自己现在的工作一直都不爽 新换一个领导 对自己看不顺眼 工作项目呢 也各种各样的出问题 业务呢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自己觉得自己很没有成长 很想辞职 但是很多人都说 说你要是辞职啊 最好得骑里找马 于是呢 他就开始犹豫 说我要不要裸瓷呢 好 这个我们来看看哈 这个裸瓷这个概念 其实是年轻人特别还干的事 特别是最近这几年 因此呢 去年有一个特别火的综艺节目 叫某巴说 某趴说 对吧 某趴说 那个他第六季 第六季最后的这个BB King的这个变题 就是年轻人该不该裸瓷 但是呢 各位 如果你仅仅靠听那个辩论 你就要做一个决定 说我要裸瓷 或者我不该裸瓷 第一个呀 你肯定会太草率 第二个呢 你很有可能会后悔 不是我想吐槽那个辩论 而是我听了他们的辩论 我真心感觉啊 某趴说的这帮辩手们啊 难道他们都没上过 上不过班工作过吗 好 所以呢 我们下边看一看 最直接的回答 无非就是这四种 对吧 第一种叫做什么 叫做咱没时间同时找工作呀 咱们现在的工作压力很大呀 996啊 是这样的吧 加班很严重 根本就没时间去约面 是什么之类的 所以只能裸瓷 有这种吧 OK 第二种是什么呢 第二种说 第二种会说什么 无非就是骑驢找马才靠谱吧 对吧 因为什么 因为万一裸瓷 你找不到下劲 那可就麻烦了呀 好 第三种是什么 第三种是支持裸瓷的吧 对吧 他就会说什么 就是年轻人啊 最大的成本就是时间 裸瓷的好处是什么 你能有足够的时间 去做一定的自我探索 清晰你下一步的职业目标 你骑驢找马 你的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你手里边有个驴 你找的那个马也未必是个马 因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办法对自己做一个整体的自我探索 第四种是什么 第四种属于感觉怕 就是什么 就是我感觉受不了了 什么意思呢 他们就会说 不行不行不行 我真的一分钟在这家公司都忍受不了了 白转楼心必须辞职 枉管是裸瓷还是齐鱼短马 反正我明天就要走 对吧 当然这种往往就是裸瓷了 是这样的吧 好 这些四种啊 都是直觉思考 什么叫所谓直觉思考呢 直觉思考就是你拍脑的想了一个理由 然后你就干了 这点简单来说就是直觉思考 对吧 直觉思考呢 就是不去理性的过一过 让自己理性的分析一下 然后去做决定 好 那好 那我们后边就要分析一下 咱们不直觉的思考 咱们真正理性的分析到底是什么样 来 其实呢 这个 这个两个选项 裸瓷还是齐鱼短马背后啊 它是一种什么 因为当你在纠结的时候 其实你的背后是在做一种比较嘛 对吧 你直觉思考的典型比较是什么 你直觉思考的典型比较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拿 A的好跟B的坏来比 你比如说你拿裸瓷的好 跟齐鱼短马的坏来比 什么意思 比如说裸瓷多好啊 瓷完了之后 这份工作一下就有一种放松感 这样就能让我有充足的时间去面试了 对吧 我就充足的时间给自己做一个职业规划了 是这样的吧 这叫拿A的坏跟B的好来去比较 所以选B啊 对吧 或者相反 或者相反 相反是什么意思 齐鱼短马好啊 齐鱼短马 你的收入会一直保持着 你中间不会断收入啊 想一想你自己还的房贷 对吧 你裸瓷的话 你怎么办 你中间一旦断了收入 你这钱都从哪来啊 是这样的吧 好 很多人都是这么去想 这么去想 结果是什么 结果要么你就是在什么 你就是在下意识的说服自己嘛 对吧 你拿A的好跟B的坏比较 可不就是下意识的说服自己一定要选A嘛 是这样的吧 要么呢 要么就是怎么讲 你这么一比 拿A的好跟B的坏比 拿B的好跟A的坏比 你这么比你觉得能比出来吗 要么就比不出来吗 不就是这两种情况吗 好 那应该怎么分析呢 其实 我们来看这两个选择 这两个选择 其实为什么人会纠结 纠结背后是因为我们担心嘛 对吧 我们担心的是什么 我们担心的其实就是俩字嘛 就是后悔嘛 就是万一我选择了其中的一个后悔了 该怎么办 但是什么 但是呢 我们又不敢讲出那个后悔来 就是我们连想都不敢想出 那个后悔到底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们就会在那一团乐麻的 这样的纠结和担心 不就是这个过程吗 因此我们既然要做理性的思考 就要克服那种 我们不敢想 不敢讲出那个后悔的那种心情 我们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什么 我们就是要把那两个后悔 给它清晰的讲出来 然后咱们比较一下 看看哪个你更后悔 是这样的吧 好 那我们怎么比较呢 你看裸辞 如果你裸辞了 去找工作 你会后悔 那会怎么个后悔法 无非就是第一个 经济压力吧 对吧 因为你裸辞之后 你就没有收入了 没有收入就意味着 你就要尽快的找一份工作 或者你说我不找工作 我裸辞完了之后 去世界旅游一下 看一看 那你也没有收入 你还是有支出的 所以你要是后悔 会出现什么情况 会出现你发现你的钱 一直在花 一直在花 对吧 你在上一份工作 攒下了那点钱 两下就花光了 于是你的经济压力 马上就来了 这叫经济压力 当你经济压力 来了时候 你会后悔 当初要去 立着码就好了 至少还有钱 是这样的吧 到最后 你经济压力一来 房贷房贷压力 车贷车贷压力 对吧 你可能手机贷 还有手机贷的压力 对吧 没准你的那些贷款 还都是什么贷款 没准你还是高利贷 是这样的吧 高利贷还利滚利 什么之类的 就不说了 这经济压力就越来越大 这是第一种 第一个后悔 对吧 第二个后悔的原因是什么 叫做面试被动 什么叫面试被动 一般来说 你裸辞的时候 你到一家新的公司 去面试的时候 面试官就会问你 说你上一份工作是什么呀 你现在离职了吗 如果你离职了 那家新的公司 会怎么高你 会怎么招你 他会在谈薪酬的时候 刻意往下压你的薪酬 为什么他会刻意 往下压你的薪酬 因为你现在是无工作状态 你现在是无工作状态 什么意思 你现在是零薪酬 所以你比较的是什么 没收入 跟我现在给你点收入 那当然有收入更好 所以HR会有一个心理筹码 因此他就会刻意压你的薪酬 刻意压你的薪酬 有的时候你就是不得不答应 但是如果你自己本身有一份工作 HR刻意压你的薪酬 你就可以不接受 没关系 反正我可以继续回去工作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吧 所以你在面试过程当中 裸辞的时候 面试过程当中 就会比较被动 因此你又怎么会后悔 你在裸辞完了之后 你去面试 面试的时候 你发现HR刻意的压你薪酬 好像你也不好说什么 你只能接受 这时候你就会后悔了 对吧 你就后悔说 如果我要是七里找马 就不会这么被动了 是这样的吧 那第三个肯定裸辞的后悔 肯定是什么 无非就是你下家断了 因为你裸辞 三个月之内你找到工作 还可以 还算能续上了 三个月到半年 甚至到一年 你再去找工作 难度就会变大 为什么 因为抢你招你的那个人 招你的那个人 看你三个月之内能找到工作 他会觉得这没关系 说明你在三个月做了一些放松 的同时给自己做了一个清晰的职业规划 没关系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但是一旦你超过三个月 他就怀疑你到底想不想工作 对吧 你在一年 一年之内都没找到一份工作 他怀疑两件事 第一个 你到底想不想工作 第二个就是 你能力到底够不够 于是呢 你在裸辞 就是你在没工作的状态的时间 越长 什么意思 你被工作的这个优先级 就是你在那个招你的那个公司的那个优先级就会越低 所以一旦你时间长了 就有可能出现什么 叫做 叫做断了下肩 你下肩断了 好 会不会后悔 这时候你会不会后悔 会后悔吧 OK 这是裸辞的后悔的三个因素 那好 那你骑旅找马 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后悔 骑旅找马会后悔 无非就是几种吧 第一种叫做期间压力 什么叫期间压力 期间压力就是在你骑旅找马 这个段时间你的工作压力是不是会很大 一方面你在驴那块工作呢 是不是有工作压力 你还得装作没有辞职的样子 是这样的吧 所以工作压力有吧 对吧 跟过去一样 同时你还要去找另外一份工作 找另外一份工作 你是不是得准备简历 得投简历 对吧 得接面试电话 得去面试 得准备面试 如何去面试 这些是不是都要投入精力和时间 都要准备 所以这两件事叠加在一起 第一个经历时间你够不够 第二个你的心态压力够不够 因此有很多人说我选择期里找马 他在期里找马那一段时间 就会非常非常的痛苦 就是因为这个压力 所以他就后悔 说我还不如裸瓷 干脆去裸瓷 不就是这样的吗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叫做什么 叫做工作交接的后悔 是这样的吧 你在期里找马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想想你工作怎么交接了 你裸瓷的时候你工作直接一交接就完事了 对吧 你说我辞职了 辞职完了之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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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这份工作交给谁 那份工作交给谁 列一个清单 不说 对吧 长的说一个月 其实根本就用不了一个月 最多一个星期 你就把这事交接完了 而且大家也都清楚 好 你齐里找马 你工作怎么交接 你在这段时间 你是不是还得装作你在这个驴这块工作的样子呀 你说你交接给谁吧 对吧 你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工作交接出去的 好 但你没有办法交接出去 就算如果是你找不到马 你是不是很难受 如果就算你找到马了 你后来后边怎么办 所以这叫工作交接的后悔 好 第三个后悔也是蛮重要的一个 这是很多人很多人特别重要的后悔啊 叫做万一现公司知道了怎么办 是这样的吧 万一现公司知道了 他是不是就会逼着你裸辞吗 就逼着你 找不着你也得辞 那是不是你不就很难受吗 所以好多人就是 他就会担心这个问题吗 他就会担心说 你看我去投了简历 万一人现公司的HR看到了我的这份简历 我这不就坏了吗 我的领导就知道我要辞职了 这是搞得我说必须得裸辞了 这个就很难受了 那我还不如早点裸辞完事 是这样的吧 OK 所以呢 无非就是这两种后悔的啊 比较 那好 那你的我的问题就是 你看这两种后悔 我都给你分析出来了 你觉得哪个后悔 你更难以忍受 如果某一个后悔 你更难以忍受 OK 那你就要选择什么 你就要选择那个能忍受的后悔嘛 就是就算是那个后悔能 那个那个比较难受 但是因为另外一个后悔 我更受不了 所以我就选择那个 两害相较取其轻的那个选项 这就是 这就是我想说的 你该如何去做选择的思考方式 就这样的吧 所以第一步是什么 第一步啊 好多人都是害怕 后悔什么 他不愿意去描述出来 不愿意讲出来 甚至都不愿意去想 你应该干嘛 你应该把那个后悔清晰的描述出来 你描述的越清晰 你就看的越清楚 好 然后呢 把那两个后悔来去做比较 比较什么 比较那两个后悔 更让自己能接受 啊 OK 做选择的套路 几乎都是这个套路 好 这个 我这个说清楚了吧 哎 咱们光说这一点还不够 咱们再说的更深一点 更深一点 各位 你想过没有 奇力找马和裸斯 我可以两个东西 对吧 这两个东西都是个啥 它都是个概念 是不是 裸斯和奇力找马 其实就是个概念 或者叫做梗干 但是 从自我的角度来说 我们会去问别人 说我干的应该裸斯 还是该奇力找马 是这样的吧 从我的角度 是从一个当事人的角度 但是你有想过没有 这是我站在自我的角度 但你想过没有 那个招聘你的那个人 你有没有站到招聘你的那个人 来去想 那个招聘你的人 他关注的是你裸斯 还是奇力找马吗 他不关注你这个吧 他关注的是什么 他关注的无非就是你的能力 你的价值 还有你的稳定性 是这样的吧 你能力够够够格 你追求的 你看中的价值 你在你在我们这个 你跟我们这个工作 跟这份公司的工作 到底搭不搭 匹配不匹配 以及你稳定不稳定 对吧 你到我们这家公司里面来工作 能不能干的时间长一点 不非就是这件事 好 他通过什么来去关注这件事 他不会通过关注 你奇力找马 还是裸词来去关注这件事 他通过什么 他通过你的细节 来去关注这件事 什么意思 你裸词词了之后 到底做了些什么 对吧 你是怎么交接的 他通过这些细节来关注 你这个人的品质和能力 是这样的吧 你奇力找马 这个过程中间有那么大的压力 你是怎么应对的 对吧 你是怎么处理的 他关注的这些细节 这都是这些细节 通过这些细节 来去判断你这个人能力行不行 态度行不行 是否有稳定性 不就是这样的吗 所以你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不是我该裸词 还是奇力找马这个概念 重要的是 你要想清楚 无论你选择裸词 还是奇力找马 你要做哪些事情 你的行为到底是什么 来 我再跟你说一下 这两个行为到底是什么 第一个对于奇力找马来说 我说简单一点 无非就是三要三不要 对吧 当你奇力找马的时候 你的行为要做什么 不要做什么 简单来说奇力找马 是不是你在同时有两份工作 第一份工作 就是你现在这份工作 第二份工作叫做找工作 对不对 你同时有两份工作 因此当你同时有两份工作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容易有可能 对你现在这份工作有所懈怠 本身你都已经想走了 你是不是就会 对你现在这份工作 觉得算了 少干一点吧 领导提出什么要求 咱们就对付一下 甚至有可能 有的人可能会在工作会议上 跟领导发生一些冲突 跟同事发生一些冲突 甩锅 对吧 怎么又给我这么多活 又得加班 我都要走了 烦死了 是这样的过程吧 而这样的过程 你想你想想 如果你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什么 第一种情况是不是领导就会 你的领导人力资源就观察你了 他就会觉得你这个人是 是不是有些反常啊 有句话叫事出反常 什么必有妖嘛 一旦你有反常 那些人就会琢磨 你是不是本身就要辞职 好 那他没准就会给你安排一些什么 安排一些更让你走心的事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如果你跟员公司产生了冲突 是不是有背景调查 对吧 这种背景调查 是不是会对你产生一些影响 等等等等之类的 因此你在骑律找马这个状态 你不要干嘛 第一个 不要消息代工 跟过去一样 该怎么工作 怎么工作 第二个 不要给你的后续的继任者 就是你要交接的那个人 留下一个烂摊子 就会让他没法收拾 你知道甚至有的人离开辞职之后 出现个什么情况 他那个电脑的密码 后边继任者都不知道 所以里边的所有的资料 根本就看不了 你得留一清单呀 对吧 你要做的是给后续的继任者 留一清单 我电脑密码是什么 我现在项目是什么 我这个项目做到什么程度了 那些文档都在哪里 等等等等之外 有个清单 对吧 然后第三个叫做什么 叫做不要跟你的现有公司的人产生对立和冲突 这个时候你往往会任性 任性就会因为一点不爽而产生对立和冲突 你自己给自己的理由是反正我也走了 恰恰相反 你在这个时候尽量不要产生对立冲突 一旦产生对立冲突 后续可能会在下一份工作 以及在这个行业里都会让你产生影响 因为你最终要在这圈子里混 你不可能跟你现在的工作里边的那些人说咱以后老死不相往来互为末路 这件事情是很难很难很难的 能理解了吧 好第二个你要什么 第一个要做好交接 做好交接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虽然就是四个字叫做好交接 那你要干嘛 你要做什么 叫有备无患 什么意思 不是有备无患 做好交接什么意思 做好交接就是你列个清单 你现在有哪些项目 这些项目你都交接给谁 这些项目的文档都在哪里 电脑的密码在哪里 文档包括哪些内容 那现在已经做到了什么地方 下一步会做什么地方 你要把这个写清楚 列个表 这样呢 你交接给你的接手人 他就会很清晰 他在交接的过程当中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 你知道好多交接人最大的 这个他们最大的生气啊 他们一交接 很多人不爱交接 因为一交接的愤怒极大 就你给我留过我一烂摊子 我根本就没法收拾 给第一种 第二个呢 叫有备无患 有备无患什么意思 就是万一 万一你骑驴找马 你找了一只马 发现不是马 比这个驴还差 你又找了一匹马 发现比那个驴还差 对吧 你就找了几家 发现还不如现在这家公司 那你最后怎么办 你最后只能继续留在这家公司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什么叫有备无患 给自己做一个心理准备嘛 心理准备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万一我要找不着一个马 我还得留在这家公司 是不是我才得继续干这个活呢 是这样的吧 这叫有备无患 第三个呢 叫做扛住压力 什么意思 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的心理压力 工作压力会很大的 因为你同时干两份工作 一份叫做当前工作 一份叫做找工作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要好清晰的给自己规划出时间来 对吧 然后呢 扛住这种心理压力 同时呢 你也做一个找工作的计划 你要排出来 你能找工作的那个时间段 到底是什么时间段 对吧 你要排出来这个时间段 在自己的这个日程表里边 然后呢 当目标公司邀约什么面试的时候 你就很清晰的跟目标公司说 说我现在只有这几个时间段 可以去面试 或者我们电话面试也可以 等等等等之类的方式 你要出清楚这件事 但如果你不给自己清晰的排时间段 对吧 就这个有备无患排出时间段的话 那原目标公司跟你说个面试时间 你就盲目的答应了 结果就在你面试的时候 你原公司光给你来了电话 你说你接还是不接 不就是这样的情况吗 好 所以齐立正吧 我讲清楚了吧 三要三不要 OK 好 那回来 那如果要是你选择了裸词 你要干嘛 对吧 你的细节是什么 别人可能会问你什么 别人可能会问你 那个招聘你公司的那个人 可能会问你说 说什么 说你那里裸词完了之后 你辞职完了之后 你到底这几个这段时间 你干了些什么呀 对吧 你总不能说什么 你总不能说 哎呀不好意思 我又去了一趟西藏啊 清洗了一下自己的灵魂啊 是吧 这种话就尽量少说啊 是吧 然后呢 你又不好编 你说我去学了个啥 学了个啥 学了个啥 有的时候你编呀 你一编 那个HR会干嘛 你知道好多HR叫行为面试吗 刚才问 你裸词之后干嘛 其实是个行为面试 行为面试 如果你编 你说哎呀 我学了一些课程 那HR就会问什么 那具体说是你学的哪些课程啊 那课程都是谁讲的呀 你觉得好在哪啊 好 他一往细节问 你一编 马上就漏下了 这个套路啊 是所有招聘面试的人 都掌握的套路 所以你做的哪些事 你一定要做了 而不是胡编度传 听明白吧 那既然是一定要做的话 那你就应该怎么办 还是三要三不要 对吧 不要什么 不要在裸词完了之后 太过于放纵自己 你裸词完了之后 你说我让自己休息一两个星期 可不可以 可以 对吧 我这一两个星期 我就刷一刷剧 我就打一打游戏 啊 我就看看小说 我就出去旅游一下 对吧 到看一看祖国的大河河山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转转 可不可以 好 在两周 最多到三周的时候 你就要回到家里来 家里来继续干嘛 准备工作了 能理解了吧 所以第一个 不要放纵自己 第二个 不要过于消极 你在放纵自己的过程当中 你的心态会比较消极 啊 所谓的消极是什么 就觉得人生就是混 好多人就是这种心态嘛 人生就是 就是一个混 我觉得这样做也挺好了 对吧 你每天都像葛优唐一样 躺失在 那个 不能叫葛优唐 躺失在这个 这个 这个房间里边 你躺的时间一长 你就会发现 你就会 你就会变得很 一切都无所谓的样子 正在收听 快联系微信客服 122579 1460 尽同步更新群 不更新群 OK 所以当你消极完了之后 你就会出现什么情况 叫做脱离工作状态 一旦你在这样的放松的时间 长到超过一个月 两个月 你要再想回到工作状态 就变得很难了 啊 你就会养成这种习惯 你知道吗 人们就会让自己随波逐流 养成这种习惯 你像再回到那种工作状态 自己有规律 每天上班 该下班下班 对吧 工作当中有人交接 有目标感 然后有进度 有计划的这样的状态 你就失去了 啊 所以呢 不要三件事 对吧 放纵自己过于心态 过于消极 然后脱离工作状态 好 那要干嘛 要很肯定是要干嘛的 第一个叫做明确目标 怎么参当明确目标呢 找到一份工作 这件事是不是个目标啊 所以你要给自己列出一个清晰的目标 这个目标叫做用三个月的时间 找到一份工作 这就是一个目标了 对吧 你看我说的这件 有时间限制 很具体 对吧 是不是很符合那个目标的死骂的法子 有目标 然后呢 那请注意还中间还要什么 当然你也可以不一定用找到一份工作作为目标 有的人说我这个既然落词了 我可能就想读个书 那也可以 对吧 你比如说我去读一个 在这些研究生 我去读一个MBA 我甚至可以读一个不脱产的 Fulltime的这个MBA 那你就也一样定一个目标 说我要在几月份的什么什么参加什么什么考试 通过这个考试 这时候也是个目标啊 OK 能理解了吧 明确目标 明确目标完了之后 你既然有了目标 你要做什么 你要列出计划来 你这一段时间 你找工作 你需要列出计划来 我要什么时候准备简历 我要准备什么样的简历 然后投到哪些公司 我要去链接什么样的人脉 我要去进什么样的群 去找到什么样的目标企业 对吧 这都是你要的计划 然后呢 根据这个计划 下一步你就要干什么 你就开始执行了 开始执行 你就要把找工作当成一份工作 我一直强调这句话 叫做把找工作当成一份工作 每天早上九点起床 当然九点起床有点晚 每天早上八点钟起床 起床完了之后 刷牙洗脸 吃完早饭 你在家干嘛 你在家就开始准备简历 投简历 投完简历之后 约面试 跟相关人脉去聊天 找转介 就是这件事 这叫计划执行 你就要开始做这件事了 像工作一样去做这件事 好 然后呢 第三一部分叫做什么 第三一部分叫做积极学习 因为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说 我这还是找不到工作 你可能到了四月份 来了一个机会了 或者不叫四月份 过了四个月了 来了个机会了 来了个机会了 然后一会儿问你说 那你这四月干嘛去了 你说我这都在找工作 好像也不太合适 你可以这么说 说我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呢 我发现了 我在某一个能力欠缺 于是呢 我要报了一个什么课 参加了一个什么社群 然后又做了什么样的学习 好 这就叫积极学习 请注意你一旦要学习 就一定要成果 一旦你跟你在面试的时候说 我做了什么学习 那你就一定要有成果 你说我学了个PPT 那你的成果是什么 你的成果就是你做了个PPT 对吧 你说我学了一个 学了个什么课 学了个职业规划课 那你的成果是什么 你的成果就是给自己的职业规划 做了一个大致的路线图 你有个结果 你懂了吧 你说我学了一个什么课 你比如说我学了一个 还有什么课来着 你说我学了一个对写作课 那你的成果是什么 你的成果就是一些文章 也许这些文章可能阅读量很低 但你至少有个成果 能理解了吧 OK 所以一旦说学习就要有学习结果 这个面试的时候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OK 就明白了吧 所以当你把这三件事说清楚完了之后 同时你把你的目标计划 对吧 在面试的时候 人家问你说那一路词 这几个月你都干嘛了 对吧 你说我定了一个目标 然后我做了一个计划 你把自己的时间表打印出来 或者拿出手机 掏出手机 你把计划在手机的时间表里边 然后给面试官看一下 这就是我的时间计划 你看每天都做这些事 同时我也做了一些学习 学习完了之后有些成果 然后这些成果我也放到了 我的什么什么网站 或者我的什么什么公众号 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上边 你可以去看 我跟你刚刚研码 你扫小看看 这是我学习的一些成果 我觉得我学习的成果 对咱们公司还是很有帮助的 OK 你把这些说清楚了 你觉得你找工作的概率 是不是会大量的增加 是这样的吧 你找到一份好工作的可能性 就会变大了 因为什么 因为那个 找聘你的人 关注的 就是你的细节 好 我把这两件事说清楚了吧 裸辞该怎么办 齐里找马该怎么办 好 最后我再补充一句 再补充一句 补充个啥呢 就好多人还是在去想说 那我都听明白了 我也比较了 但是我还是纠结 我要不要辞职 因为 就是那个 我最后想的那个 我最后 我最开始讲那个D选项 就是我就是 一分钟都不想搭 好 所以我最终 要给你一个 最终的一个观点 叫做什么情况下 对吧 你不是叫骑驢找马吗 什么情况下 我就如果辞了 我也得下这条驴 我找不着这个马 我也得走 什么情况下 各位你们觉得 是什么情况下 我自己要下这条路 辞职找不着马 我也得离开 那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什么 我打个比方 叫做什么 叫做被驢骑嘛 对吧 你找一份工作 你在一家公司里边 工作叫做骑驢 什么情况下 叫被驢骑 对吧 就是什么 就是这份工作 出现了一些状况 低于了你的原则底线嘛 当他完全低于到了 你的某一些原则底线的时候 你就要干嘛 你就要爆雷嘛 你爆雷辞职 就是一个爆雷的方式 你要告诉公司 要告诉这个社会 要告诉所有的人 我是哥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OK能理解了吧 那原则底线是什么呢 我举几个例子 你就明白了 不同的人可能原则底线不一样 有的人原则底线高 有的人原则底线低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认为一个哥们 去了一家互联网公司 996 工作强度很大 每天 每周工作6天 甚至有的很经常的是工作7天 早晨10点到晚11点 大概其实就这种工作 收入也很高 但他后来就是裸辞了 干了一年半就裸辞了 为啥呢 为啥呢 就是因为 他在一年半的时候 公司给他安排了个体检 公司免费的给他安排了个体检 他抽不出时间了 终于抽出个时间来做个体检 然后体检里边呢 有一项 公司给他买的这个体检 还是非常丰厚的 体检里有一项 就是做这个基因筛查肿瘤 恶性肿瘤 就是癌症啊 癌症的用基因来去筛查 很贵啊 筛查完了之后呢 结果发现呢 他呢 换黑色素瘤的概率非常的大 黑色素瘤啊 OK 然后呢 这个就找医生来去这个解释 然后医生说呢 这个黑色素瘤啊 就是因为你的大脑 退黑激素分泌的少了 所以你黑色素瘤就会变多吗 好 退黑激素在什么时候来分泌 就在你睡觉的时候分泌吗 能理解了吧 所以医生说呢 说既然你基因里边也有 换黑色素瘤的这个 这种基因 那就你就要尽量多睡一下 每天要保证 至少七小时的睡眠 他也听这个说 怎么可能呢 在自己这个公司里边 对吧 在自己这个公司里边 最多五小时的睡眠 别逗了啊 完全不可能 所以后来一看 一想半天说 咱不能叫什么 有命赚 没命花 所以呢 就落词了 就辞职了 就不可能 不能 就找不着下家 我也得辞职了 身体健康的问题啊 这就是自己的原则底线 能理解了吧 啊 所以呢 我们再讲讲 是不是还有一些原则底线 我举例子 比如说典型的 女性悲性骚扰 是这样的吧 你做一个女生 结果被公司的领导 性骚扰 你说你要不要辞职 你还是要说 不行 我忍一忍 我齐驴招吧 你都不是说裸词的问题 你都应该劳动仲裁了 是不是 是这样吧 对吧 这就是一个女性的原则底线 是这样吧 你被性骚扰 你被性侵 是不是你来 咱不得叫裸词 你说走就必须得走 而且你还要 还要劳动仲裁 对吧 是这样的吧 不光劳动仲裁 甚至还要上法院 是这样的吧 所以这是不是典型的被驴齐 当然你可能还有更多的原则底线 不同的人的原则底线不一样 你要想清楚 你的原则底线到底是什么 不同的人 有的人原则底线高 有的人原则底线低 你要给自己设定一个说 在什么情况下 要适可忍 孰不可忍 我就必须得离开这家公司 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吧 好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吧 第一个 衡量裸词和 旗里找马的这种比较 你应该比较的是什么 你应该比较的是后悔 如果这两个都发生了后悔 对吧 你觉得哪个后悔 你更能忍受一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不是你追求 看中这些概念 而是你做了什么 所以我们就要去想 说如果我落词了 我要干点什么 如果在旗里找马 那我旗里找马期间 应该怎么干 重要的是这些细节 因为那个面是你的人 关注的都是这些细节 OK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是你要想一想 自己的原则底线 所谓的原则底线 就是当公司发生了什么情况 我就必须得走 或者叫当公司对我发生了造成了什么影响 我就必须得走 你要有一个清晰的原则底线 一旦触发这个原则底线 你可能就要触发一系列的行为 能理解了吧 这个原则底线就是被捋起 好 OK 好最后呢 这个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有一个我们公司的公众号 叫颜值有理星球 你可以扫码 也可以敲颜值有理星球 关注这个公众号 关注完这个公众号 这个公众号里有惊喜 你自己去挖掘一下吧 OK 感谢